我們到威尼斯本島了 超爽 超級像來到一幅油畫的 真的是魔幻時刻耶 耶 我只能說感動而已 好涼喔 鳳梨為什麼要加在披薩裡 超級可愛的 哈囉大家 我現在人在義大利 我們現在在威尼斯 那這一次我們來到義大利 總共是一個 八天的旅程 我們會待威尼斯 還有拿破裏 那這次我來威尼斯 就是因為聽說威尼斯 就是因為海平面上升的關係 所以有一天它有可能不會再存在 所以這次就很想要把握機會 趕快來逛逛 然後重點是 一定要搭到傳說中的公渡啦 我是這次最期待的行程 這次就帶大家來看 威尼斯有什麼好玩的嗎 我們這次其實住的地方 是在梅斯特 然後它不是在威尼斯的本島上面 而是在就是主要的陸地上面 原因是因為 我們有先查過 就是如果住威尼斯的話 你很有可能就是要帶點行李 然後在那個非常不平坦的地面上 然後在那邊拖拖拖 會非常的累 所以很多人推薦 其實住在梅斯特是比較方便的選擇 而且房價呢又沒有這麼高 其實只要搭一班火車 大概十幾分鐘 你就可以到威尼斯本島 然後我們剛剛買的這個票 就是要到這個 Santa Lucia 這個車站真的很漂亮耶 超級藍的耶 各位 我們到威尼斯本島了 哇 真的是你在搭車搭飛機的過程中 你都會覺得有種 嗯我真的來到義大利嗎 有什麼沒有什麼感覺呢 但是直到你搭完這個火車 然後你看到這個風景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OK 我現在在威尼斯 我在義大利 而且現在這個天氣呢 就是太陽其實非常的大 可是呢 你不會像在台灣一樣 那種很曬很曬的感覺 整個空氣是很舒服 還有一點點微微海風的味道 然後旁邊就是有鴿子啊 海鷗在那邊飛 然後那個河面閃爍著金色的光芒 就太漂亮了 欸 歐洲的那個海鷗鴿子 真的很不怕人耶 你看 好可愛喔 欸 超Q的 哇 我也想過跟太陽去喔 喔 感覺超爽的 那我們前進去玩之前呢 我們現在那個站 買了一個雙日的水上巴士 這樣一個人是35鴿 我們現在在這個位置呢 這是羅馬廣場 就大家都說要過了這個橋之後呢 才是正式的到達了威尼斯 各位我們來到了一個 怎麼拍都超漂亮的地方 我們大概前進了多久 這個應該是五分鐘的路程 我們可能已經走了二十分鐘 跟你們講 如果你們對自己的攝影沒有自信 來這邊就對了 你是不是拿起相機這樣 我跟你講我不用看這樣 你看你看你看我隨便亂拍 隨便亂拍都長這樣子耶 隨便拍的耶 這是你的路口耶 我們來賭 我會不會撞到頭 絕對不會啊 你不要墊腳啦 你不要墊腳 你看我都墊腳了還撞不到 代表什麼呢 我超高 各位現在天空是藍色的 完完全全的藍色 我一片雲都沒有 那這個多少錢呢 一千 一定買這個耳環 走開 謝謝 拜拜 你也 我們點了兩個義大利冰淇淋 但在這邊呢 不能叫義大利冰淇淋 在這邊就叫 Gelato 恰恰這樣一球呢 是兩塊歐元 對就是差不多六十塊台幣 好酸 超爽 我們點的是芒芒口味 然後還有一個芒果口味 好酷喔 好酷喔 各位我跟你們說 我現在有個大煩惱 其實這裡真的太美了 才五百五十公尺的路 走不完 我們現在已經走了二十分鐘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叫 Santo Stefano廣場 我覺得這邊的建築 美的就是在於說 他們都是同一個色系 都是比較淺色系 然後甚至還有帶點 磚紅色的建築 好我現在在此宣布 我們真的是不能再停下來 因為我其實明明只是 走這兩分鐘路 結果我完全走不完 我真的快不快 這很酷耶 我發現這個巷子這樣接出來 好像它是一個 就是當代藝術的一個展覽空間 有很多的雕像 好啦 走了啦 走了啦 不要再看 還蠻好看的 快點不要再看 其實在威尼斯這邊 很有趣的一點是因為 譬如說他們路真的是亂七八糟 完全沒有什麼邏輯可言 但是呢 你就是慢慢在你 就是走路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會一直一直 不斷看到很多酷的東西 欸到那個 我先去看這家喔 不是 那你不是說不要被捕傻 它就是可以放派利德在裡面 就是那個 威尼斯這邊的風景 哈哈 賺一千多塊 哈哈哈 沒關係 終於到我們今天吃午餐地方了 我們走了 有沒有一個小時 現在已經兩點多了 超誇張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地方 它比較像是一條商店街 然後它就是賣很多服飾 還有一些工藝品 然後這家店呢 我那時候看到就很喜歡 就是它台上有超級多的披傻 那聽說也是CP值非常的高 因為其實在威尼斯這邊啊 聽說蠻容易吃到 就是沒有這麼好吃的餐廳 然後又很貴 所以我有特別找了一下 嗨 一碗瑪格麗特 一碗那一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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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經千辛萬苦 終於拿到我們的披薩 然後點了一個瑪格麗特 跟這個是芝麻葉番茄跟Fetta Cheese 這個披薩總共加起來是9歐元 總共是這樣子 哇 其實蠻大票 欸真的欸你看 它其實是兩片合在一起 現在一片其實蠻大的 拿到威尼斯都 一連看到披薩好像都很厚 你看它這邊其實超級無敵厚 第一片的時候算好吃 但是吃到第二片的時候 好像覺得在吃大塊麵包 然後有點吃粗飽的感覺 我覺得可能兩個人吃一個披薩 舔個肚子我覺得OK 但是 我好像沒有到特別推薦 哇你們看 這個太陽風欸 那影子會直接照射在那個鐘的上面 這個呢 被認為是整個威尼斯最古老的教堂 那這個教堂旁邊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非常多人 都會停留在這邊裝水 連鴿子都會在這邊喝水 我可以喝一口嗎 真的嗎 好喝嗎 沒有什麼自來水的味道 好像就是水的味道 嗯 但我覺得心裡還是怪怪的 我發現威尼斯這邊有一件很可愛的事情 就是所有的鴿子都會像這樣子 站在這邊這個小小的邊條上 呈涼看 超可愛 一整條都是 那我們現在呢 要前進去搭 終於來到了這個moment 然後在前進之前呢 我們現在經過了一個橋 它叫做Ponte di Rialto 就是利阿爾托橋 然後它的特色呢 就是在這個橋兩邊呢 都有商店 所以你其實在走的時候 不會發現它是一座橋 但它其實是建在水上面 它如果從旁邊看的話呢 就是長這個樣子 我媽咪阿 到底要不要買這個蠟燭 你那麼可能 該買不買啊 我不確定 各位 現在是下午的三點 然後這個陽光 看過去是長這樣子 超級像來到一幅油畫的 你們看這旁邊的這個色澤 根本就是油畫吧 推薦大家下午的時候可以來這邊看 這個閃爍的這個海面 真是太感動了 我們現在要趕快去趕Gondor 已經六點半了 我們現在要趕路了 趕路了 要看到最美時刻的Gondor 哈囉 準備好了嗎 對 超晃 謝謝 我們要去一小時的旅程 多少錢 180元 OK OK 一小時 很晃 180欧 有愧 有愧 哇 看到了 好細喔 哇 太美了 還好有趕到 這是真的好料 等一下 真的是魔幻時刻耶 被我們遇到了 各位六點半這個時間來 完美 其實很奢華耶 我發現我們坐的那個位置 是一個有點像就是國王的那種椅子耶 你看這邊還有這個小椅子很高級耶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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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神色的光芒啊 剛剛就是橋上的人在看我們 現在他們在看我們 哈囉 美女跟我打招呼了 我很開心 其實它會停靠在很多的 就是你經過那些小巷子 然後旁邊可能有一個小橋 你就看到它就在旁邊等待 然後你就可以去找它 然後這邊其實是公訂價 所以你們也不用擔心 30分鐘的話就是80元 然後晚上的話呢 會比較貴一點 像我們這次搭一個小時 這個已經是晚上的價錢了吧 所以就算180歐元 耶 我們來到威尼斯了 雖然這邊是城市 但會不會在這個海裡面 也會有鯊魚啊 當然有啊 我是衝浪鯊魚 Sershar VPN 當你在出國或旅遊的時候 就有我來守護你的網路安全 像昨天剛到威尼斯的時候 我們就收到了一個通知 說附近有個2G的尾基地台 叫我們千萬不要點 任何可疑的連結或是簡訊 每次連國外飯店 或者是餐廳的Wi-Fi的時候 上面就會寫著 沒有安全保護的網路 就會覺得很不安心 這時候不管是上網買東西 或者是用網路銀行的時候 都有機會不小心 洩漏帳號密碼 或者是信用卡資料給駭客 那這個時候呢 Sershar VPN 就是你最好的網路守護死者 它可以確保你的瀏覽紀錄 不會被追蹤 還可以隱藏你的IP位置 每個月只要一杯飲料的錢 就可以讓你安全安心的上網 出國旅遊必備 而且呢就像我最近 在Netflix上面追的五指轉身 超級好看 可是呢 或是要來到英國 或是義大利的時候 我就沒有辦法看 難道我要兩週都不能看嗎 這時候你只要切換不同國家VPN 你就可以隨心隨意的觀看 真是太爽了 最後大家不要忘記 點擊資訊欄的優惠連結 只要輸入我的折扣碼 GoFish VPN 你們就可以得到 額外三個月的免費使用 他們也有30天的保證退款 所以就算你用不習慣 你也沒有損失 趕快來註冊一下吧 BELLO 不知道為什麼本來以為 就是打工都還會是一個比較 那個熱鬧的一個環節 但其實它是一個非常安靜的體驗 其實現在我們到了這個小巷子 然後有四五艘船 在同一個環道 但是其實還是很安靜 這我看了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那邊有那個反射鏡 就是船在用的 為了讓你不要去撞到其他船 太可愛了吧 我們現在大概已經達成 應該有20分鐘左右嗎 體感的時間是非常的長 過程就是一個 有點白噪音的感覺 因為就是你聽得到一些些 那種外國人在那邊 遠遠的地方講話的聲音 但是大多數的時候 你就聽得到就是一片極靜 超級超級超級秋 太美了 太誇張了 剛剛它開出去的時候 就是一個很神奇的畫面 你就看到超級多的船 一些小船 然後一些快艇 然後全部集結在那邊 然後夕陽那樣造勢下來 這個是夢幻的地方啊 太神奇了 旅行啊 就是為了看到像這樣子的畫面了 嗯 Thank you OK 掰掰 嗨 嗨 我覺得有一種 心靈獲得超級喜敵的感覺 我覺得有一種 前非走的感覺 偏貴 可是我覺得很不錯 對 前前再見 但是前前變成了喜歡的體驗 這個體驗我給鑽石擊十分 義大利人招手 快點過來 過來各位 帶你們吃晚餐囉 莫名其妙找到一個很漂亮的地方呢 果然在威尼斯沒有迷過路 不算來過威尼斯呢 不過在威尼斯迷路 感覺是蠻浪漫的事情的 嗯 看來晚上搭船後期是個不錯的選擇喔 好像一不小心找了 有點浪漫的餐廳 我們現在呢 就是坐在這個海邊 然後呢 裡面的風景像這樣子的 整個很精緻的感覺 然後現在就是有點傍晚 然後天還沒有完全黑的 時刻很浪漫 這個是掌櫃找的 厲害喔 我們的餐前小點來了 是麵包 然後他剛剛有倒了 他說西西里的橄欖油 讓你可以直接沾著吃 哇很脆耶 超硬的 哇還熱熱的呢 直接這樣沾下來 拉一拉 我的酒來了 哇 你的啤酒來了 來個乾杯 耶 好硬喔 一秒回一下 稍微淡一點 浪漫感 超硬的 你看乾淨油很香 好 我們的餐點來了 然後我點了一個海爐 蔬菜湯 沙拉 馬鈴薯 跟一個梨麥飯 那就是我們的餐點 いただきます OMG 不知道為什麼覺得它有一點中式的感覺 啊 就台灣的那個鐵板燒 好吃的鐵板燒也可以做出 這個美味的那種感覺 但是這盤要1500 所以 好吃但有點鬼 大概是這個結論 這個梨麥有點檸檬味 這個湯很菜 結束 這個湯很菜 淺淺變成了喜歡的樣子 但是眼淚不小心流了下來 但是風景很棒啦 我沒有哭 我沒有 那個是 那個是太陽 結論就是 葷食的部分食物很好吃 素食的部分還真的是不太OK CP值非常的低 我個人覺得 來威尼斯 如果你真的想要看這種餐廳的風景 那就吃一次就好了 它真的是非常的貴 感覺我吃那個1500塊的鱸魚 大概700塊是鱸魚 然後另外可能800塊是買美景 先幫大家採雷一下 大家來的時候要小心喔 那我們要回飯店囉 今天就這樣 明天再回來威尼斯 然後現在呢 有滿天的星星 今天星星的美景就獻給你們囉 那我們明天見 早安啦大家 這個房間裡面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鏡子 它真的超級亮的 你看 早上化妝超級實用 帶大家看一下我們在威尼斯這幾天住的地方吧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酷的一個背包民宿 原本我們進到房間裡的時候覺得 好像還好 因為這邊真的有一點貴 我們住四個晚上 總共是台幣兩萬五千元 還是有點覺得被當盤子 我覺得如果你們早一點訂的話 可能是比較便宜的價錢 不過看了一輪這個背包客棧之後 覺得說 好啦 雖然是有這麼一點貴 但是真的值得 因為它是有非常特別的背包客棧 白天的時候有非常多的空間 可以讓你在這邊工作或是吃早餐 那洗衣機跟廚房 就是這些基本的他們都有 不過最特別的是 晚上的時候呢 他們就會搖身一變 然後變成一個派對空間 他們每個禮拜好像週三的時候 就是他們會讓外面的人進來 然後派對的一個日 所以昨天就會看到整個戶外啊 然後室內都是滿滿的人 反正就是整個超級熱鬧 所以像這樣的背包客棧 其實是一個非常好認識的人的地方 然後我們昨天呢 就有遇到幾個來自於南美洲的朋友 Sabrina Sabrina Sophia Sophia 妳在台灣嗎 不是在台灣 啊 她是Argentina 和日本人 對 她是英文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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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我的英文 很棒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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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安全 整體而言算是 推推 我們又到威尼斯了 今天呢 我們比較不會待在主島 我們會去其他的離島 因為威尼斯呢 主要是有幾個島去組成的 只有一個比較大的呢 就是玻璃島還有彩虹島 所以我們今天呢 會去這些地方逛逛 所以我們就要搭我們前天買的這個船票 好 整個海面上 超級像有寶石一樣喔 Oh my god 威尼斯的海真的是 我只能說感動而已 我們到了 這個島呢 叫做Murano 也就是玻璃島 在這個島上呢 就是有非常多 跟玻璃有關的工藝 他說這個地方 是13世紀的時候 從埃及 還有美手布達米亞那邊 把那個玻璃工藝給傳進來 然後在這邊呢 他們又把它 就是發揚光大 所以在這邊可以找到 很多很厲害的工藝品 這邊因為都是他們 手作的工藝品 所以很多裡面是不能拍的 所以我就大概 讓大家看一下外面 但他們的那個 就是玻璃工藝的細緻 都真的超級高 上面那個花紋 都會不知道它是怎麼燒出來 從來沒有看過這種花紋 這家的東西超漂亮 你看這一個 Oh my god 你現在在他店裡面 你就可以親眼看到他們在製作的過程 超神奇的 我想買這個 你做這個多久 現在是10年 10年 一起嗎 很漂亮 謝謝 我們有一個好選擇 謝謝 消費了 快樂 這家店推推 我覺得他們的東西超級漂亮 他們是夫婦 一起做10年了 非常的浪漫 目前來到玻璃島 它就是主要的道路 它就是沿著這個河的兩邊走 你會看到河的旁邊 一樣有很多這樣的小座位 現在可以在這邊享用一個下午茶 哇 連他們的花都是用玻璃做的 莫非 他們的心 也是玻璃做的 超誇張 它現在用玻璃飛 然後在台灣是哈利波特那個主題曲 太厲害了 連表演都這麼玻璃 雖然大家可能看到島上有非常多非常多的觀光客 可是其實走在路上的時候 至少我來這個時候 我覺得不至於到覺得超級庸子 走在這些島上 你真的就會覺得有一種完全沒辦法控制 就會變得很慢很慢的一種感覺 如果有時間的話 其實蠻適合在威尼斯這邊 就排個幾天 然後這裡 背在這邊 然後就看著這些房子 看著這些港口 真的會得到一種很平靜的感覺 我覺得對一個美術系來到歐洲 甚至來到義大利的時候 真的都會有一種 穿越以前 就是在高中的時期 臨摹的那些水彩畫的感覺 以前在看一些畫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 到底為什麼他們的紫色可以這麼充滿層次 為什麼他們的建築都是這個顏色 他真的是一次一次來到歐洲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OK 你們畫出這些東西 也是合情合理 因為你們看到的房子顏色就是長這個樣子 以前的水彩畫的東西 在這邊找到了 終於碰到海了 不行 太曬了 不行不行 好涼喔 你看 超漂亮的 海裡面也有玻璃吧 不然怎麼會這麼閃亮亮呢 好想要跳進水裡 想要成為第一個 掉進威尼斯海裡的台灣人 下去喔各位 Let's go 沒有 我是蘇拉 我們到彩色島了 這個島叫做Murano 歡迎來到基隆啊各位 超像正邊漁港的 不是 你搞錯吧 應該是正邊漁港的 像彩色島 好像是有這種說法 反正呢 這個地方會叫做彩色島 其實有很多的傳說 其中一個傳說呢 就是以前啊 就是很多那個 妻子她們在等待出海捕魚的老公歸來 但是她很怕她回來的時候 認不出 她的房子是哪一個 所以她都七成了一個特別的顏色 那每一個妻子都七成了一個顏色 不是每個房子都七成一個顏色 不是每個七折七成一個顏色 對 總之呢在這個島上 就是你可以看到各種五顏六色的房子 那除此之外呢 她們這邊還有做蕾絲很出名 那我們就去逛逛囉 你看那邊的彩虹霧超可愛的 每一棟都有不同的顏色 像這樣太陽曬過去超Q 超級可愛的 哇 所有東西都超Q 你看那邊也是全部都彩色的 哇 你看你來到這邊的時候 真的會很像來到一個主題樂園耶 就是你走到每個地方充滿了顏色 欸 我的戒指也是 你看超可愛的 我後面這個房子 外面畫的這些景啊 都是我們剛剛在彩虹島這邊看到的景色 你看那個歪歪斜斜的塔 往後看就是它 欸 它超斜的 我覺得攝影機拍起來沒有那麼斜 但肉眼看它超級斜的 那既然來到了我們威尼斯里島的最後一站 今天也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紳士之謎 為什麼我會選擇來義大利這個地方 那為什麼我會一直做出這個手勢呢 答案就是因為 我就是義大利人 我也是長大之後有一天才得知 其實我的外公呢 是義大利人 所以我現在要做這個手勢是非常合情合理 那之前我們在烏拉圭中有觀察一個現象 因為這個手勢呢通常是用在 你比較疑惑的時候會使用 這個高度差不多就是 你想要怎樣 那如果是這樣就是 你想要怎樣 蛤 蛤 那如果這也是你鳳梨為什麼要加在披薩裡 它可能就會變成這樣子 你學會了嗎 看到這樣大家悠閒的躺著 真的是忍不住 也想要躺一下呢 太棒了 往後面看 不覺得有點像秀拉的大丸島的 星期天下午嗎 這樣躺在草地上是真的很讚喔 又好像沒有太陽 所以躺在這邊正舒服 彩色島拜拜 我們要坐床回去囉 終於到夕陽了 我們回到本島這邊了 耶呼 好了 我們的威尼斯之旅 差不多到這邊要結束了 那這幾天來威尼斯的感覺就是 先說我覺得我去了所有島嶼裡面 我最喜歡來這租島 我覺得租島真的太美了 而且它有超級多的巷子 你不管每一次怎麼走 你永遠都會走到不同的路 還有太多太多地方可以去了 我覺得它真的很值得花時間 其實慢慢去逛然後去體會 如果你們來威尼斯的話 我覺得應該可以安排兩天到四天的旅行 如果兩天的話呢 就是都可以差不多看完 那四天的話呢 就是可以超級深度的旅遊 大家來之前呢 就可以自己在決定 你們想要來一個什麼樣的威尼斯之旅 然後各位提醒你們 就是大家那個船一定記得要挑 然後就是快要接近夕陽傍晚的時刻 超級美 所以大家來的時候呢 自己在注意一下囉 我個人覺得威尼斯是一個 就是人生中真的真的真的 可以來看一次的城市 實在是太美了 而且像長得像這樣的城市 這世界上應該就只有威尼斯了嘛 真的是很夢幻 然後感覺一輩子都不可能會忘記的那種美景 那這次的影片就分享給你們囉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如果喜歡的話 不用就幫我按著留言跟分享 又對我按著小鈴鐺 不記得等待的是iPhone 不要忘記喜歡唱歌的節目喔 我們接下來 拿坡裡見囉 掰掰 記得還有一些好看的影片 可以點某一個地方來看 就在這裡 我也覺得很喜歡 先去看 那一時間 很久不再看一下 和我想說 在這裡 我是真的 謝謝 謝謝 annt 謝謝 謝謝 謝謝